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刚把3776拍了,然后顺便拍完就干脆把这支笔拆了一遍吧 那两个视频为什么分开做了方便就是说观众去看 因为我视频主要是做一个短视频为主嘛 那需要哪一个的就收哪一个,然后再进行就看那个部分就可以了 不然一个视频吗,二三十分钟啊 现在的人那个时间也比较珍贵啊 尽量不浪费,到下那么多时间就不浪费 好,那一个我们先下来3776的一个差别 其实能拆的地方说实话真的不多 首先这个下来,然后这个地方因为都卡死了 没有任何螺丝,那打不开的是注定 这个地方我们也下来看一下,吸墨器等等的 吸墨器也悬不开啊,也没办法拆 啊,哦,好有个金环呢 这之前还真没注意到 现在看格外的格外的美,格外的美,可以 好,那笔杆也没有什么螺丝,那没办法拆 那我们先继续放一边 主要拆的就是这个部分了 那我们这里能看到它的一个笔舌,嗯 然后种成那基本上这几个地方 那为什么要拆这个视频 其实拆这支笔啊,这也很简单 因为我估计这么多笔吧 这支笔是被拿来鸡尾的最多的一支笔了算是 好,那个下来我们去 一样准备那个两块的一个香蕉片 那拆这支笔之前 另外呢,那个纸巾最好准备一张,为什么? 就是我这支笔刚洗过了 然后到时候你要插那个尖什么的,有一张纸放在旁边 呃,其他东西也没有需要要准备了 因为这种就普通的一个种成吸磨器的一支钢笔嘛 要拆的话也是怎么讲呢 呃,主要是要拆的地方很少 那基本上这个笔尖 那我们可能是这样子拿着 那这两面的话,它的一个摩擦力不一样 你们到时候要自己看自己,自己那一片是怎么样 那你握着,然后可能选好了 首先保证了你一边的摩擦力 然后呢,再下来 另外一边,握的时候握笔尖的时候 呃,你可以往上也行 这边朝上也行,笔尖朝,笔尖朝,笔尖朝上或笔尖朝上都可以 然后握的时候,你反正不要这样子就可以了 不要左右两边的一个,然后去,呃,怎么讲,朝上就好了 然后这样子握的时候,呃,3776的一个笔尖啊 首先要给你们普及一下,它的笔尖是比较容易拔坏的 因为比较,你看到,比较薄这里 它你可以注意一下,别的笔尖的这个部分 它是往这样子抛回去的,它是反圆脚抛过来的 那相对来讲比较脆弱,那拆的时候必须要小心 因为说实话,3776我也没拆过,那我不知道会不会翻车 另外呢,呃,我这次是前面的视频有讲过是一个四季版的 也就是说有五个颜色颜色选,再多的说实话我也不是很了解 呃,但是你们知道石烂木还有六花,那个熏风那些笔的话 他们的那个笔尖嘛,呃,跟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呃,我放下图片 然后呢,这个是,呃,你们看到两个笔尖 那我现在猜的是长的那个,长的那个的话,呃,就是我四季的这一款 那就是说这两款,就是说如果你买了四季,你在买六花,你别想着刻鸡尾,这个不可能 它的零件等等都有重新再设计过 然后再下来呢,就是笔尖,我你们要看一下 那完全不一样,反正就是不要想着这两款可鸡尾 所以说你白金的就是说最好就直接就买四季的 然后鸡尾别的笔,或者你用本身的那个笔杆 要么呢,就是你那个就买那个呃,限量版吧 或者叫高配版,或者叫精致版吧,啊,个人理解不一样啊,都行 好,那我们回归到一个钢笔的,呃,一个钢笔的一个笔尖上面 握的时候,你想这样握也行 反正就是你保证你要这样子捏着,捏着这个位置 哪一个地方好拿就好拿 那像有些笔,如果你看到这个就是说一排排的这个筋嘛 它比较薄,那你就握前一点,会好一点 就尽量不要伤到这个,然后 哎,不是很好拔,好像不是特别好拔这个筋 嗯,我手刚好今天没什么力 哎 嗯,有点难拔 啊,好好,我以为我按歪了把那个笔尖 嗯,难道是我用错边呢 继续 这支笔尖的话不太好实力,你们拔的时候真的要小心,我自己也是 哎呀,真的 然后你定时注意一下这个筋它有没有歪掉,我这个好像好像还可以 好,那这里我就开加速 嗯,你看到我慢慢这么拔了,这里有没有看到一条黑边 就是我是慢慢这样子慢慢拉,然后反正尽量就说一开始不要暴力拆,你就慢慢这样子拉 然后拉,然后拉出来就好,尽量不要伤到那个笔尖,能看到吗 嗯,其实已经出来一点了,对,就是这样子,花点时间 啊,可以了 嗯,能看到,就是说我这一只能靠能看到,就是 短的短的,哎,这个是那个,反正就是 哎,我这一只好像,不好意思,刚刚好像讲错了,我这一只好像也是这样子的,我一开始以为四季版都是那种长的 结果看我这个好像能跟六花和熏风的那个,好像能那个 呃,做那个比较 嗯 那我这个应该,那它分法应该就是新版和旧版,不,而不是那个,怎么讲 这个笔,我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笔尖给拔出来 嗯,笔尖好像拔不出来啊 不知道是不是,是不是一样硬拔能拔出来的 如果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如果 对对对,我试一下能不能再拔,如果不行我就放弃了 因为我主要就是要拿这个笔尖 嗯,超,果然超级容易拔坏的一只笔啊 好吧,那我保存好这个笔杆了,我就不动它了,就这样吧 到时候有什么别的笔尖,我再给它积尾上去吧 好,那这个377的笔尖就是这样子了,然后这时候拿一张纸给它拆一拆 好,那基本上这就是这样子了 然后也是一个能看到26号的笔尖啊 啊,中间不大不小一个笔尖,然后这个笔尖呢,呃,我是拿去那个 鸡尾699,永生的永生699用的 那那个想看的时候,在下面留言给我,我在专门就是当做废片,然后来拍,拍起啊,呃,如果没有的话啊,但是我699那支笔还没有到,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然后呢,这支笔的话啊,基本上就是封装好啊,就这样子了,因为这个不是说它笔杆不好,笔杆的,你看我用的一段时间其实还OK 就是,呃,这个怎么讲,笔,笔,真的笔杆有点太小了,不是很适合我自己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有什么的那个帮我补充或者给我留言一下 好,那个下次见,谢谢大家,拜拜